芋頭糕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想做一個芋頭糕 我們準備的材料 水 大約是1000克 煎米粉 160克 凍麵 40克 芋頭已經切了粒 大約是1000克 調味料有糖10克 鹽10克 五香粉大約3-4克 臘肉少去 臘腸2條 都是切粒的 瑤柱 蝦米和乾蔥肉大約是20克 我們浸完瑤柱和蝦米的水 可以加入水分 所以加起來是1000克 就對了 首先我們將芋頭粒 用大火蒸大約30分鐘 水已經滾了 我們用的高盤大約是9吋的高盤 我們將它放下來 用大火蒸30分鐘 先把芋頭粒蒸完 先把芋頭粒蒸完 把芋頭粒蒸完 拿出來 然後用叉子 這樣 把芋頭粒蒸完幾下 但不要把芋頭粒碎 讓芋頭粒有些完整 讓芋頭粒放涼 等它放涼 然後先炒材料 正好 那現在我們將這些麵粉 炒麵粉 蒸米粉 倒在一起 然後融合 然後搅 CJ 把這種水倒進來 都要盡τικ 再混合 混合到沒有份粒 粉水混合 炒材料 放入1湯匙 油 倒入乾蔥 炒一炒 炒一炒 放入其他材料 炒香後 就可以放入其他材料 臘腸粒 蝦米 臘肉 如果大家喜歡冬菇 或者其他材料 都可以放入 給大家自己喜歡 瑤柱絲 先爆香 爆香了 先放入一半 一半 可以在鋪面上用 大約一半 放入鹽 糖 胡椒粉 炒一炒 炒一炒 爆香 爆香後 倒入粉水 煮 爆香後 把芋頭 融化 芋頭 倒入 炒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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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攪拌,一邊煮 煮到稠稠地生 我們可以倒入糕管裡 蒸 一邊攪拌,攪拌 一邊攪拌,一邊煮 已經開始結身了 已經開始 差不多成糕狀 比較結身了 我們可以關火 關火後,倒入糕盤 糕盤薄薄地塗了一層油 這個時候可以攪拌 關火 將它 比較稠 攪拌在糕盤 然後鋪平 再攪拌 倒入糕盤薄地 鋪平 另一邊 煮著水 水滾了,可以放進去蒸 鋪平後 然後,將其餘的材料 倒入糕盤薄地 倒入糕盤薄地 平均放入糕盤薄地 放入糕盤薄地 平均放入糕盤薄地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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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蒸 大約蒸了30分鐘 我們試一下它可不可以 可以用竹籤 這樣刀下去 那些粉沒有黏在竹籤上 即是可以了 沒有粉的 竹籤 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可以拿出來 放在涼架裡,攪凍它 完成了 各位,我們的五香芋頭糕 完成了 在這裏,我祝大家新年快樂 步步高升 拜拜